第二十八集 周培公一边说 康熙一边点头 见周培公伸手去查 料是口渴 忙道 请用查 正想在往下问的时候 却见土海匆匆地进来 向康熙儿鱼几句 混账 难道 你在外面这么久 康熙听周培公说话 已经入了身 全忘了自己是 微服出访的皇帝 此时听土海奏说 刑部竟指令 顺天府来拿小红 不禁大怒 立声吩咐道 叫他给我爬进来 说着一按桌子便起了身 因桌子不闻 一个细词盖杯 碰 落在地上 跌得细碎 顺天府引针的四脚 爬了进来 这一来 轻动了茶园里的所有茶客 一个个惊得便冒失色 四周守护的侍卫 魏东亭等 见康熙已经漏了身份 便忙不迭地张楼 布置防卫 驱赶闲人 锁图和明珠便守在茶园门口后置 看着头戴四瓶 青金十顶子的顺天府 拂尹大人 拂着身子 直爬到茶桌的跟前 周培公惊得脸色雪白 沉默结舌 直到那拂尹报告 万岁 挪在夏侯郡扣见 才醒悟过来 忙退后一步 也扶下身子 扣拜 口里 乐乐地说道 周培公 不知圣君驾临 语多狂辈 请万岁降罪 都起来说话吧 小军 谁让你来拿人的 康熙此时 也已经觉得自己失态了 平静了一下才到 回半岁的话 这 这是刑部 和礼部 礼藩司 会同县令 说有民女阿红 头状诉冤 被搏下去之后 不肯回击 再经弹唱小曲 慧言惑众 令奴才 拿他 押送回击的 慧言惑众 真正慧言惑众的 你们一个 也没有拿到 却在一个 弱小女子身上 都威风 朝廷养你们这些 酒囊 饭袋 何用 让小红进来 夏红俊听的大气啊 不敢出 一叠的连声 躬身成事 小红进来了 这个小孩子啊 十分的聪明 已经猜出了 上边 坐着的 这个年轻人 来历不凡 肯定 比刑部的 老爷们官大 便款款 看着 朝上 深蹲 两个万福 说道 大人床后小女 不知 要听什么曲子 说着 见桌上茶汁淋漓 忙上前 仔细擦干了 捡起地上的 碎瓷片 把茶桌腿 支稳了 说道 这好比 康熙爷的江山 让他 稳稳荡荡的才好 你 你说什么 康熙激动的 声音发抖 小女 说着茶 吃好了 就像康熙 爷的江山 稳稳荡荡的 小红 一口杭州话说的 嘎杯流离脆 听起来 十分的悦耳 康熙立起了身子 来回踱步 他已经不想 听什么小曲了 这句话听来 比内务府 畅音阁供奉们 奏得黄中大台 君天之乐 还要好听一千倍 在青砖地上 走了几步 康熙 停步奔倒 你家是务农的 嗯 共五亩地 两亩茶 三亩田 你的曲子唱得很不错 都是真的吗 句句都是真的 民女 已经家破人亡了 没有什么害怕的 又何必说谎骗人呢 杭州府 为什么拘押你的叔叔 案子不结 他们不肯放人 康熙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又问 你来经控告 三法司都处置不了 为什么 不去积登文古 登文古 设在西长安街 专为百姓 有冤不告 不准的时候 告欲壮用的 小红听了沉默良久 说道 告欲壮 民女不敢 那又为什么 小红眼睛一酸 眼泪 颇树树地落下 半赏才到 奴已经想开了 凶手在五花山 朝廷也拿不住 小女去皇帝老子那里告状 就是准了民女的状 也要留洗三千里 我的老祖母 怎么活呢 康熙的心一下子沉了下来 这个小红年纪虽幼 忠孝心俱全 她的冤案呢 自己做天子的 却办不来 思索了一会儿 康熙又问道 你为什么 要在这里卖唱 奴 要挣一些盘缠回江南 再说 唱唱苦情 心里也好过一些 这是北京 说不定皇上听到 小女的曲子 早些 为小女做主 她已经听到了 康熙的声音有些沙哑 回头吩咐涂海 叫索图进来 这个女孩子要回杭州 你派人 用船 妥妥地给我送回去 告诉浙江的萧斯 若有人围难她 加害于她 围他们是万 扎 索图 忙答应一声 见康熙 没别的吩咐了 便对小红道 走吧 慢 康熙手一摆 见墙角 一张小桌子上 有专为客人 背的文房四宝 便过去提笔 写了一张字 取出随身 小喜 给盖了 递给小红说道 你回去升级也不容易 这张纸 你带回去 给杭州献令 免了你家福娟 叫她 再资助你们一些 就好多日了 那小女 不识字 小曲都是请人编的 小红接了纸条 颠来倒去地看着 说道 这纸条 能排那么大用场吗 管用 康熙 连那个倒霉的知府 也 忍俊不禁地 和她一起笑了 你真是好人 你叫傻子名字 告诉我 我 我回去 给你 立长生排位 哼 弄回去就知道了 康熙学着小红的口吻 笑道 都说得很对 朝廷眼下 也办不了弄的案子 不过一定 会给弄办的 也不必立什么长生排位 办完了 我到江南 弄家做科的时候 把弄家的好茶 请我吃一杯 好吗 眼见锁图带着小红出去 康熙转过脸 问夏侯俊 这就是你说的 慧言惑重 下去好好想想 你自己告诉利部 发疯半年 夏侯俊没了到 康熙的处罚 如此之轻 现实一针 忙又诺诺连声 大应着去了 你既自称之兵 朕可是要拷问你一下 康熙示意涂海 在旁边坐下 郑瑟对周培公说道 你就站着打话 是 周培公公身答道 臣不曾自言之兵 兵者 凶也 智威智险之道 岂可轻言之兵 赵阔马肃 熟读兵书 言兵是滔滔不绝 虽赵奢 诸葛 不能难知 足拼死兵败 一千古之效 所以说 战无常理 兵无惩罚 运用之妙呢 存乎一心 而后 竖姬可以用兵 那照你这么说 连孙子兵法 也是不能用的了 孙子兵法 虽有千古不易的 用兵之理 但世人 只读其文艺 不解其精髓 敌我双方 皆读此书 却有胜 也有败 知辩则胜 守长则败 如此而已 嗯 你说说 违将之道 违将之道 军火未生 将不严击 军警未急 将不严可 击骨一鸣 将不易 身家性命 这都是通常之理 违将者 戴天征法 以有道 罚无道 好国家百万的奴婢 驱三军 捣死生不测之夜 侄子非常时期 应 失之 已非常之道 人以理智信 对我则可 对敌 则不可 对敌当失之以报 幼之以利 欺之以诈 残之以忍 无中数之 可言 康熙听之此 插口问道 你愿意做个什么将军 臣 愿为善败将军 善败将军 康熙吃惊地问道 对 周培公 振振有词地 解释说 善败将军 并非常败将军 怀音侯寒信 蜀汉之孔明 接善败将军 兵法所谓 善胜者不振 善镇者不战 善战者不败 善败者终胜 小败之后 联兵结阵 透彻敌情 再造盛事 比之项羽百战 接胜 而乌江一战 一败涂地 岂不好得多吗 康熙不禁地 哈哈大笑 转脸 问涂海道 你带了一辈子的兵 听听这个书生的 论兵之道 有点道理没有 涂海刷目紧盯着周培公 心里是佩服极了 入关前 他所读过的兵书 就是一部 三国演义 并未接触 比较高级的军事理论 周培公这番分析啊 使他明白了不少 萦绕在心里的疑问 听康熙问呢 忙道 周培公所言皆是 用兵耀眼妙道 周培公受到鼓励 不禁地大为兴奋 双眸炯炯有神 接着说道 陈清义 南方军事尘言 所谓南方军事 不言而喻 失智三番 康熙原本打算 起驾回宫 不由呢 又坐了下来 笑道 这里一时 倒闭宫里缜密 您放胆走来 国家一旦南方有事 会怎样呢 周培公双手相合 沉吟着说道 陈以为 将以岳阳 青州 或南京 为决战之地 你说相信 康熙将椅子朝前拉了拉 周培公的目光 好像穿透了墙壁 在瑶市远方 如叛兵调动 德方 那他们 就会以岳阳 衡阳 为根本之地 夺取京乡之地 东下南京 水路 沿运河北上 陆路 由宛落 插向中原 会师 于直立 但现在看来 他们未必 做得到 叛军中 交兵 汉将居多 心思不齐 指挥不一 民心不从 这样的 如意算盘 打不好 陈以为 他们只不过 像画江 分支而已 我当以 何策应付 康熙的目光 深不可测 悠悠地 审视着 衣裳褂褂的 周培公 周培公一笑 倘若真的如此 主上 当以湖南 为决战之地 同时 沿长江 布 八旗近旅 稳定北方局势 以江西 浙江 为东线 以陕西 甘肃 四川 为西线 各段 敌军联络 请天下之力 各个击谱 此跳梁小丑 敢不束手就擒 说到这里 周培公 略一顿 又当 当然 要 交辅并用 安危并失 打仗的事 本来就不单是 两军 史实交锋啊 康熙听得 既紧张 又高兴 今日此来 可谓不须此行 略一沉思 笑道 你且退下吧 到外边 叫明珠 和索图进来 见周培公 挑连出去 索图和明珠 便只一时已毙 明珠方才 已经打听到 这个姓周的 拿着五次有的剑书 却不肯来投自己 我来是一肚皮的气 听到周培公传旨 一边向里边走 一边嬉嬉地笑道 周先生 恭喜啊 此番要了圣恩 可以大展宏图了 索图 打亮周培公一眼 他欣赏周培公 不负权贵的风骨 却甚疑他是一个 华众取宠之辈 半赏 才对明珠道 咱们进去吧 周培公哪里晓得 这两个 天字第一号宠臣的心思 只笑了一笑 没有言语 不一时 明珠便出来传旨 此周培公 尽是出身 赏兵部 主事贤 在土海 布军统 领衙门 参赞 军事 说着 又叫过木子叙 来吩咐道 传话 给力部 吊销李明山 尽是资格 对于这后一条旨意 不但明珠 连涂海也是障碍 和尚 摸不着头脑 在回公路上 涂海念如了半日 终于说道 主上 李明山 虽言语冒犯 念其不识圣言 似可 哼 这个不必说了 朕启士 无气凉之主 李明山站在那里 那么长时间 他脚下踩了一枚 厕子先生 遗落的钱 你看见了吗 端阳节后第三天 魏东廷和明珠 奉召入宫 刚在五门下轿 便见穆子叙 从里头迎了出来 笑笑道 请两位快点 皇上今儿啊 来得早 尚未尽善 群臣会议 只怕已经开始了 两人各自惊疑 事情何至于如此紧迫 这次朝会到的人很多 殿侧靠墙的 一溜的 矮机上坐着结书 厄比龙 索图和雄次吕 还有二十几个不愿大臣 坐在木凳子时上 都没有差距 一个个正经危坐 一语不发地盯着 康熙看 魏东廷呢 逐一打量 除了诸国志 范城摩和户部尚书 米汉斯 叫熟识之外 其余的 只有见面点头的矫情 明珠却都认识 只是不便说话 站在旁边 一个一个的 用目光打招呼之意 康熙今天穿得很整齐 戴着白罗面身 丝阴冠 穿着降色实地的纱袍 穿着石青蓝地 沙褂 一条金箱 三色马尾 纽带 紧紧地竖在腰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